我九年级的时候开始在大球国际学校读高中 虽然我从五年级开始学习中文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大部分我已经学到的东西 学习中文对我来说平时很有趣 但是也让我很害怕 因为我朋友们都比我的中文好 而且成绩也很棒 我压力很大 曾经在我的中文老师面前哭过 所以我决心努力学习冰曲的成功 我找了中文导师之后 他帮助我学习中文 正是由于我的坚定决心 我的进步让我朋友和中文老师都感到惊讶 从那时期我经我说能享受学习中文的乐趣 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成绩 乐节中国文化和习近书是日式有趣和陶醉 此外中国文化和语言与韩国文化和语言有点相似 所以对我来说更容易产生 公民 后来在我大尔转学并搬家到看着四周 我很高兴能够松了一口气了 因为我的新学校开始了中文课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习这么感兴趣的语言 因为认识了很多了不起的人 所以我很开心 非常感谢朗古贝高中的中文课 另外我很高兴 我将在堪塞斯大学复习中文 这样我可以继续我的中文休息 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 并用我听学道与中国人民互动 谢谢